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aren 阿伦 今天我们就来看 圆贵禅师 究竟跟三神 有着怎么样一段的奇特姻缘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我说圆贵禅师 他就在松山的禅庙那边 做主持 有一天 就在他静坐的时候 不久就有一般人出现 不懂从哪里出现的一般人 这一般人 他的脚步很轻 走路很慢 他就进到这个庙来 就找禅师 他们就发现 这一般人 尤其他的首领 就跟一般人 有一点不一样的 他的穿着 他的相貌方面 经典里面是讲他们 耳贯 耳贯就是戴着一个高的帽子 然后这个圆贵禅师 就问他们 到底你来这里是什么事情呢 那其中一个首领 就说 你不认识我吗 那圆贵禅师 他就回答说 我看佛陀 看众生 全部都一律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那首领 就说 我就是这里的山神 我是主宰人的生死 我可以让人生 可以让人死 你哪里可以把我当作和一般人看待那样呢 所以呢 你 我呢 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这圆贵禅师 听了 这圆贵禅师呢 他就回答讲 你可以主宰人的生 可以让人生 可以让人死 但是呢 我呢 我本来就不生 你又怎么能够让我死呢 然后就 我把我的身体啊 都看成好像虚空那样的 然后呢 我把 我自己跟你啊 三神也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就是不二 所以 你怎么样主宰我的生死呢 你主宰不到的 那禅师还说 你说你可以毁坏一切 你可以主宰生死 但是呢 你能够毁坏虚空 还有你能够毁坏你自己吗 如果能的话 我就不生不灭 这句话就有一点难理解啊 如果能毁坏虚空 能够毁坏你自己的话 那么我就不生不灭 这个逻辑上是有点难通了 或许是隔了很多年 所以呢就比较难理解啊 所以总之就是说 那禅师告诉他说 你不能够毁坏虚空了 你也不能够毁坏你自己了 你又怎么样主宰我的生死呢 这样子来回答这个三神 那三神就说了 嗯 我也算是一个聪明正直的神 谁知道你有这么高的智慧 你有这么高的辩才 我也被你折服了 那其实呢 这个中国古代啊 就有这么一句话 聪明正直 死而为神 就是说 一个人很聪明 加上很正直的话 他死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神了 那如果 聪明但是不正直呢 那就死后就变鬼了 所以我们有一些 话叫做鬼迹多端 就是那鬼是非常聪明的 还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鬼才 很聪明的人们叫他鬼才 所以鬼就是聪明不正直 所以死而为鬼 神就是聪明正直 死而为神 那他就这个聪明的神啊 这三神啊 就对着原贵禅师非常佩服 就说 我求你啊 帮我受戒 我要做佛弟子 请你给我这个五戒 我要拿这个五戒 那禅师就告诉他 说 既然你有心求戒的话 你有这个求戒的心 你有这个自律的心 就是了 就是有那个戒了 不用再求那个戒了 但是呢 这个聪明正直的神啊 他说 他不明白 不明白这禅师讲什么 他就说 不明白啊 你就帮我收戒了 不要不要解释太多了 那这禅师啊 就帮他安排周围 然后呢 那个香炉开始点香 要进行一个仪式 那禅师就告诉他说 OK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五戒 如果你可以做到 你就讲可以 不可以做到的话 你就讲不可以 好吗 三神就说好 那第一戒就来了 第一戒这个禅师就问他说 你可以不赢吗 你可以不犯赢戒吗 那三神说 赢戒 我都已经 我都已经结婚 我都已经娶了老婆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听这个三神这样子回答 就是说 那神的这个群体 也有这个婚姻制度了 但是有这个婚姻制度 有没有所谓的离婚呢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 你可以不赢吗 他就说 我娶了老婆了 禅师说 我不是指这个 我是指说 你可以控制你那种 很强的那个欲望吗 那古书那边是写 无罗欲 罗就是包罗万象的 就是很多的 无罗欲就是说 你可以控制你这个 很强的欲望吗 那个赢 赢这个字呢 在古文里面呢 就是过多的意思 那以前呢 我们就 古文呢 常有一句话叫 淫雨 淫雨就是说 那个雨下的太多了 这个已经造成一些水灾啊 那种洪水的问题 叫淫雨 所以这淫就是说 太多的意思 你可以不要有这么 控制自己 不要有这么强的这个欲望吗 那三神就说 这样哦 没问题 能 第二 第二节 第二节 他就问他 你能不能不偷东西 不偷盗呢 那三神就说 我就是洪富齐天 非常丰盛的 我还缺什么呢 需要去偷东西 那禅师就说 我不是指这一个 我是指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好像 坏人供奉你的话 坏人 这个奉承你 你就赐福给他 帮助他 那穷人没有供奉你 你就降灾难给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做呢 那个三神就说 这样哦 没问题 行 就第二节了 那第三节 第三节的时候 这个禅师问他说 你能不能不犯杀戒 杀戒 那三神就告诉禅师说 哎大哥啊 我是主宰生杀大权的大神 我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死 就好像一个将军那样 就好像一个筷子手那样啊 我哪里能够完全不杀呢 那禅师就说 不是指这个 我是指说 你能不能不要好像 是非不分 黑白不分 滥杀无辜呢 能不能不要这样呢 那三神就说 这样哦 没问题 能 然后到第四节 第四节呢 这个禅师就问他说 你能不能够守望戒 不望 望就是不要狂望乱来的 那三神就说 大哥 我除了这个聪明 还有正直吗 正直聪明 死而为生吗 正直的神 又怎么样狂妄呢 那个禅师就说 不是指这个 我是说 你能不能够啊 不要做那些 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那古文是说 叫做 能不能够前后和天心 天心就大概是良心啊 就是啊 不要做这个 违反良心的事情 那个三神就说 这样啊 没问题 行 那第五个了 第五个就问他 能不能守九戒 九就是喝九的酒啊 杀到阴望 九 那三神就说 没问题 能 但是这个九戒 他有点特别 这个禅师放宽 那个戒律给他 那个原文那边呢 叫做 不遭九拜 不遭九拜就是 能不能不要被酒打败 能不能不要 喝酒啊 喝到失去理智 失去控制啊 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说 嗯 被酒喝 有些人就喜欢讲 他不是喝酒 他是被酒喝 所以我们华人啊 喜欢用白酒啊 来拜神啊 所以就是 就是 神也要 也要守这个 喝酒的 这样 那神会喝醉吗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呢 他很有信心 他就说 没问题 能 他就没有 没有变这么多 没有去狡辩这么多了 那说完这个五戒之后 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 刚刚就是你拿的这个五戒 又讲一些关于首戒的道理 大概是 他大概是说 这个戒律的东西就是 最重要是你的心 不是你的行为 那比如说 他就 说到这个 好像你没有喝酒的话 你没有这个 心去要喝酒的话 不小心喝醉的话 你没有那个犯解的心 也是 没有问题的 不算犯解的 这就好像 现代的这个法律 也是这样子 动机是很重要的 他跟现代的法律 很重要 比如说 有一些人他 不小心 杀到人了 误杀了 那个罪是很轻的 法律那边叫做 行为还要配合 那个动机的 那反之 如果你计划去杀人 那个计划失败了 比如说你要射某个人的话 你要杀死某个人 射不准 或者是子弹 不灵了 或者是 拿把刀砍人的话 那刀不立 杀不死 也是有罪的 总之你有那个动机 但是你有那个 加上你有那个计划 但是你的计划 失败 也是有罪的 所以这个是 有点像这样子的道理 就是说 重心夺过那个行为了 所以在禅师 就告诉他说 无心则无戒 无心则无戒 就类似我们讲的 心平何须戒来此 如果我们的心 是很充满喜悦 清静的 常常很开心的 那又怎么需要 这个守戒呢 很清静的话 都不需要去 特别去想要守 什么戒什么戒 所以他就讲完了 这个关于戒律的东西 那三神呢 突然间又把自己 和那个佛比较 那三神就说 其实啊 我的神童是不够佛 我不够佛厉害的 佛的神童是比我厉害的 这好像很有一个自知之明那样 那这禅师就陪他聊下去 那禅师就说 其实呢 佛有十个神童 三个做不到 你有十个神童里面呢 五个神童是做不到 所以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嘛 哇这个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非常兴奋 这个三神站起来 然后呢 跪下来 求这个 原贵禅师和他讲清楚 可见呢 他的兴趣就是在这个神童方面 那 禅师就问他说 先讲你不能做的事情 你有神童我知道 那你能够违背上帝吗 违背一个比你更大的神吗 那三神说 不能哦 但是他没有提到是哪一位神 这个可能是欲王大帝还是谁呢 不知道 没有讲啊 第二 他就问了 三神 你能够让这个地球逆转吗 反过来转 三神说 不能 这是第二个不能 第三 你能够让那个星星啊 星宿啊 星宿啊 逆行这样子来转吗 他说不能 第四 你能够把五大三连起来吗 那个三神说 也不能 第五 你能够把这个海洋 各种海洋连接起来吗 不能 所以这个是三神的五个不能够的东西 当然 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还要加上前面两个 就是不能够毁坏虚空 虚空你是破坏不到的 还有你不能够毁坏自己 所以五再加二就等于七 其实严格来说 他有七个不能做的事情 他神通也是有限的 那佛呢 佛不能做什么 这禅师就讲了 佛能够把一切的像空掉 什么叫做能空一切像 这有点深了 就是说 佛能够把那个意识中 他的意识里的那个课题 把它空掉 成就一切的智慧 但是呢佛也有三样东西是做不到 哪三样呢 第一 佛不能够灭定业 那个karma 已经定了了 种了的那个种子 他会发 佛不能够让他不发出来 第二就是佛 无缘的人 佛不能够度化 第三就是 那边显示 佛不能进众生界 就是佛不能 不能够让世间的痛苦 突然间消失掉 把这个所有的苦 他一生消失掉 不能够 所以这佛也有三个不能做的事情 然后呢 他又继续说 这个禅师说 这世间是无常的 不长久的 是空的 所以呢 这个定业 其实也不是长久的 这个定业 那定业会成熟 成熟了 他就完成了 就暂时finish 没有了 第二 他就讲到 无缘呢 众生无缘呢 无缘也是有期限的 可能说 这一世你是无缘 可能下一次你就有缘 然后呢 禅师又说 在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人能够主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 所以呢 严格来说 禅师说 佛是没有神通的 他这样说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佛的神通也是有限的 当然 他又说 佛有厉害的地方 佛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佛能以这个空的心 空无的心来通达一切 这句很深啊 佛能以空无的心来通达一切 真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空无的心怎样去通达一切呢 你取个例子就是 那个石头西千禅师 有一天他在读这个造论的时候 他读到一句话就是 会万物为极则 其为圣人乎 也就是说 所谓圣人呢 就是他可以体悟到 这个宇宙万物呢 和自己是没有差别的 无二的 他就是大彻大悟了 所以说 佛能以空无的心通达一切一切 就是类似的东西 这个太深了 这个他刚刚才受这个五戒 罢了就和他讲这么深的东西 所以呢 虽然这个三神是聪明正直 但是他没有全部听懂 他就说 有些有点深了 你讲的东西 总之那个五戒 我会把它做好了 三神就接着就讲了 现在我要感谢你 你要我帮你 你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你已经教了我这么多东西 又帮我授戒 你有什么愿望呢 那个禅师啊 就说 我 我连我的身体啊 都看作是变幻无常 是空的 外界也是变幻无常 我还有要求什么东西呢 然后呢 这个三神听了 就说 我这么有本事 你不叫我做一点事情 太浪费了 对不起我的力量 比如说 我可以帮你 显示一些神通 让那种凡人啊 怕 让凡人呢 就知道 有神通的话 就知道 哦 这真的是有神有鬼的 不是这个平面的物质世界罢了 就要显示他的神通 那 圆归禅师就说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随缘就可以了 不需要这样子的 这个 三神啊 他就 果然是聪明正直 他就用佛陀的名义 给亚利 这个圆归禅师 他就说 哎 这佛啊 佛陀也有他的父法吗 他有这个 这个 护法神吗 护法神有做很多事情吗 连佛也这样 为什么你不赞成 我显示神通呢 为什么你要反对 我显示这个神通呢 这个圆归禅师就 拿他没有办法 就想一些事情 看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这个 三神去效劳 效劳 他就想想想 最后呢 这圆归禅师就说 OK 我们的庙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庙呢 旁边那座山啊 那座山其实是要来做这个 天然屏障 天然屏障就是类似好像 用来挡风挡雨啊 防风铃 这个地里上面叫做防风铃 是如果有大风来的话 它是把那个风数减慢的 但是呢 这个庙旁边的这个 天然屏障啊 没有树 所以呢 要用 我们需要一些树在那边 那讲到这个 在以前啊 大概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有一首歌叫南平晚中 这首歌我爸爸很喜欢的 南平晚中 它跟这个南平山呢 有一点关系 南平山就是那个 寄宫寄宫活佛柱的那个山呢 那南平柱也是屏障山来的 南平山就是它的整个外形 好像一个屏障那样子啊 所以叫做南平山 和这个防风铃啊 这个屏障山呢 也是有一点关系 所以无论如何呢 就讲啊 我们的庙旁边那个山 没有树木 然而呢 那个庙北边呢 有很多树木 你能不能够用你的神通 把这些北部的那个树木 遇到那个南平 这个屏障的那个山那边 那那个山神听了 OKOK 收到命令 今晚呢 我就马上开工 那今天晚上呢 我开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骚动 会有一些很大的吵杂的声音 但是呢 你不要怕 说完 他就站起来了 这山神呢 就带着整班人呢 告辞离开 离开的时候呢 经典上说 风起云涌 在狂风乱吹 然后呢 他们就在空中消失了 那果然啊 到当天晚上的时候 突然间 雷电交扎 这个暴风雨来了 整个庙的那个建筑 摇晃到很厉害 然后呢 就有讲到那个附近的鸟啊 都吓到飞来飞去飞走了 那这个圆贵禅师呢 就告诉这个庙里面的人说 大家不要怕 这是我和山神已经安排好的 不要怕 第二天早上 他们雨过天晴了 果然呢 就看到那个地方啊 那屏障山那边 多了很多很多的树 而且呢 是排到很整齐的 不是那个乱七八糟的 所以这个三神办事啊 也很有效率 那那个圆贵禅师 就告诉他的门人说 这件事情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你告诉别人的话 传开来的话 就大家会当我是妖怪 没有人来学佛法 没有人来这个学禅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禅师啊 他们就不赞成用那个神通啊 神迹啊 来宣扬真理的 是一个通常用一个很平常 用一个智慧来 这个接引 那个人家开悟的 不过当然 是有人不听话 把这件事情传出去 可能他觉得是值得传出去 所以就传出去 所以他传出去 我们今天才可以听到这件事情吧 所以这个就是圆贵禅师 和这个三神的一段精彩的对话 还有一段因缘 如果看原文的话 我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看那个原文 谢谢